今天議員 媒體 雖然認明 詞 詞 字幕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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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時間已經到了 我們今天的看不見的力量體驗展 2022的黑暗聲音劇場的 介紹體驗會 那我們就正式開始 那先跟各位媒體說成謝謝 我知道今天是週末禮拜六 有人邀請大家12點來 讓大家覺得比較不常見的情況 因為可以跟大家說明 我們其實三玉書店從去年開始 我們就跟了我們的黑市立樂坊 還有王岐爵老師 而且是我們的黑暗對話社會企業 我們其實就一直有做一個合作 然後希望可以提供更多的盲人 或者是身體平權的部 還有身臟平權的部分 可以給我們高雄市的朋友們知道 所以我們在今年 就想要再增加更多的民眾活動的部分 我們就希望可以在演出 在8月20、21日之前提早一個月 可以跟民眾增加更多 關於身臟平權的不教育的部分 可以跟大家做更多的活動 我們在昨天晚上 其實我們已經有王俊傑跟朱欣盈 他是台灣第一位視障的心理諮商師 然後他也是第一個就是利用我們這個平舞台 然後在三玉書店呢 做他第一個獨自的劇場的演出 然後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其實就是要講一個故事 關於他如何在他球學階段 他在5號遇到他的一個身體的障礙 結果導致他的視力接近全方 然後如果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分離的擁住他的這樣的 他認為很悲慘的一個過去的經歷 可是他到現在 他如果展現他的勇氣跟他的自信 最後成為一個可以服務超過2000人的 一個身臟的一個心理諮商的部分 然後到了今天呢 其實接下來就是一天到整個下午的活動行程呢 這樣會有三個體驗內容 然後分別的話 就是我們會在三樓部分 由俊傑這邊帶大家來談 也是類似這樣的生活體驗故事 然後二樓的話 會有我們的會 上台為大家介紹的 家蓁他會開完第一位 就是也是市場的咖啡師 然後他驗證空貨 然後會在二樓幫大家做一個 泡咖啡的體驗 大家可能會很好奇 就是一個市場盲人的朋友 他是如何可以完成 泡咖啡這樣的服務 然後等會有機會的話 請大家可以再參與這個體驗 然後街海地下事務 會有一個暗示迷中的部分 然後這個其實是黑暗聲音對話 黑暗對話是 黑暗對話是為企業裡面的 一個很重要的皇席 也是他們的專利 所以這個部分 是我從台北特地邀請下來 他們之後也會在台北 有一個正式的演出 那可以讓高雄朋友先提前感受到 然後知道說這樣的活動內容 然後是有他的教育力 跟他的有趣性 那我們今天活動正式開始 那首先呢 我先請代表山芸書店 然後是現在目前山芸書店的 創床是商法 那之後有任何的內容的話 可以直接聯繫過 那我們是一位上來 為大家做分享的是 我們山芸書店的創辦人之一 同學臣同學臣同學臣 謝謝 謝謝 大家午安 抱歉 這個 重點又拜託 我們山芸書店 給大家來這裡 鼓勵 我們大家 因為在工作這裡 工作這裡好 我是同學臣 我們大家 高雄山芸書店的 用我們的資料 我相信 我們透過不同的文化的結識 這是有幫助我們對市場的 我們來確定和對不一樣的 賓款的銀貸 因為我們跟市場 最愛吃的隊伍是不少 做成我們帶到 大方面的銀貸 來了解他們 接下來就我們跟他們 進一步的食材 來做到賓款的可能性 我們這次山芸書店 不只是希望 探望歐浩中 讓我們大家看到 市場這些生活的方向 而且是希望說 我們透過其他體驗 讓我們大家看到 沒有 讓我們大家感受到 看不到的力量 讓大家體驗 生命中 無限度的可能 每一個人生出來 我們就不一樣的貸單 而這個貸單 是沒有人可以給它 收穫的 所以 我們大家 做未來的走路 並行動這個貸單 謝謝大家 辛苦大家 跟大家聊了一下 我們這次辦這一系列活動的 主要的核心獎勢 也很謝謝他 我們下一位的話 是邀請我們 看不見的力量策展 然後是我們的 張金順先生 順之歌 因為我們今天 後續的話 忙的比重比較高 所以我可能到時候 會有一些上台的時間 會比較久 請大家可以見一見 好 打開後 大家 各位夥伴 大家好 很高興 可以跟 三玉書店 還有 黑暗歌話 還有 今天我們所有來的是 黑四個樂團 這三個單位 一起來跟大家 來 舉辦這個 看不見的 力量的體驗 其實這三個單位 我覺得 跟我自己言語也是很大的 我自己很喜歡看書 我常常看書 有一些書的簡介 或者是推薦 常常說 獨立書店 三玉 從去年開始 跟三玉 開始合作 有 黑暗聲音劇長 我覺得這個書店 真的是很有默契 而且也是很有社會價值 跟社會使命 那 上一書店 整個建築物也是很有歷史 已經超過60年了 第二個單位是黑暗對話 黑暗對話其實是從德國引進 它是一個國際性的組織 這個黑暗對話就是有辦很多 它所有情境都是在全黑的環境裡面 還有一些社會 辦一些工作坊 高階主管的工作坊 還有一些音樂會 X旗 還有等一下會讓大家體驗的 暗示民眾 它有一點是密室逃脫 那 因為它需要的器具比較多 我們今天只派的其中的一兩樣過來 大家有些去 可以到台北 或者是專門邀請我們整個黑暗對話團隊 來這裡舉辦 所有的活動也都可以 那第三個就是 我們最近有在座的 我們所有的六位 市場者 都是黑市立樂坊的團員 那 我們主要的表演項目呢 是在全黑的環境裡面 讓大家來體驗聲音 享受聲音 玩聲音互動 那最近又加了很多味覺跟嗅覺的部分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呢 8月20號、21號可以來體驗 或者等一下 今天會做更詳細的說明 一般人覺得市場者 你們可以想像 看市場者的工作是什麼 大家可能一剛開始 直接想到就是按摩 就是音樂 就是這些 對 我們這裡面有人就是做按摩 有人就是做音樂 可是我們做按摩 是做到國家級的考試委員 國家級的認證 需要他們來認證 我們有人做音樂 今天不小心得到金曲歌王 所以我們要做要做到最好的 這時候應該要來點 所以除了做大家傳統想像的按摩跟音樂 我們要做到最好的之外 我們這裡有咖啡師 有電腦工程師 有超馬 超級三鐵 超級三鐵的運動健將 有人就天積極力側環島 一千公里 有人去挑戰海上的目中 所以市場者跟你們想像的 有可能是不一樣的 我們今天的體驗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在地下室 有個在全黑的環境 讓大家來體驗 類似暗示 那個 類似密室討多的其中一個 我們叫做暗示密宗 這是非常特別 它雖然把你的視覺關閉了 可是你會感覺是一個很強烈的感官體驗 非常強烈的邀請各位媒體朋友 各位夥伴可以去體驗 在二樓的部分是咖啡的無感體驗 大家等一下可以去享受市場者 為你專門泡的一杯咖啡 而且中間設計了很多無感 五種感官的體驗 等一下在三樓的部分 俊傑老師會用音樂 還有他自己的故事 來讓大家知道 市場者的生活 是跟你想像中的不一樣 那其實最後要還 最後很感謝三藝術店 還有黑暗的瓦 還有感謝大家 提供給我們這個機會 只要給市場者的機會 我們會去創造我們的力量 創造我們的不可能 即使你們不給我們機會 我們自己也會去創造我們的機會 這個就是抗不見的力量 謝謝 我們的夥伴們 直接就利用我們這樣的 老屋的空間條件 這個樓梯 包含這個平面 然後如何去做到 我們一個環節裡面 最佳的呈現狀態 可以讓我們的民眾 可以感覺到 這個盲人 他的所謂的這個 黑暗的環境裡面 他們如何可以去感受這個世界 那我們接下來下一個階段 我們會邀請的是 剛剛順座提到的 就是請我們的專業咖啡師 家政上台 稍後他會為大家介紹一下 燈會他的部分 準備 10大 我的台語沒有那麼流利 所以不好意思展現 沒有 你應該會笑一下 沒有這樣 我是林家蓁 我是四丈姑娘林家蓁 那我左眼僅剩下光絕 右眼剩不到0.01 就是大家在我的眼前 就是男的就統稱為帥哥 女的就統稱為美影 這樣子的勢力狀況 那在這樣子的勢力狀況下呢 我成為了台灣第一位考取 英國國際咖啡師證照的四丈朋友 那必須要在16分鐘 煮出7杯不同的飲品 那也沒有因為我是四丈朋友 多一分多一秒 但是憑著一股紅天不負苦心人 我還是成功拿到了證照 我也曾經經營了將近10年的咖啡店 那因為就是有一股莫名的使命 就是希望讓看不見的力量 可以讓更多的社會大眾看見 所以呢 我在去年拿到了第17屆 Keep Walking的夢想支柱計畫 那我也在這一年當中 培訓了超過30位的四丈咖啡師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 當你的勢力被剝奪的時候 然後你又要拿著可能超過90度的熱水 然後來沖泡一杯咖啡 大家可以想一下這是多麼大的挑戰 但因為看不見的力量真的很大 所以呢 我接下來的時間呢 就會讓大家來感受一下 就是我們四丈朋友在整個操作咖啡的流程下 我現在手上的這一個呢 它是語音的溫度計 也就是說 我們在沖手沖咖啡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要非常掌控它的溫度 所以 因為我們看不到嘛 所以我們就有 語音溫度計來幫助我們 這樣 那這一把語音溫度計 它就是大概超過80度的時候呢 它大概就會開始有一點警報 讓我有一點提醒的狀態 好 你們都看得到它現在幾度嗎 九十 九十是不是 我叫它說給你聽 九十給你聽 有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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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喔 大家都知道了 九十點一 好 那 我就用這個九十點一的這個溫度來沖泡 好 那我們要怎麼樣知道水滿呢 我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東西叫做水滿警報器 那 顧名思義嘛 當水碰到它的尖端的時候呢 它就會發出警報 好 所以就算是全盲的朋友 就是我們也可以利用水滿警報器 來製作一杯專業的手沖咖啡 那 雖然我還有一點點視覺 但是我培訓出來的是讓咖啡師他們有很多都是全盲 所以我必須要有一些些的方式 比如說我現在讓他們的手把放在這個六點鐘的方向 那 我手上右手邊的這個手沖壺呢 我就會放在整個濾杯三點鐘的方向 然後 讓這個壺水去靠到這個濾杯 好 就可以清楚掌握到這個方向 然後這樣子來觸水 有聽到水滿警報器響了嗎 那這樣子 當水滿警報器響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水滿警報器拿起來 那同樣的水量同樣的粉量同樣的溫度 在這樣子相同條件之下的整個操作的流程啊 我們每一個全盲的四丈咖啡師或是弱勢的四丈咖啡師 都可以重泡出一杯非常專業的手沖咖啡 不要小看這個聰明濾杯 這個聰明濾杯啊其實是我們台灣之光 它是從國外傳回來的 那它是可以讓在杯側的部分 就是所有的咖啡豆都需要杯側 杯側的部分非常準確的可以打分數的一個器材 那因為我們沒有辦法說就是用一般的濾杯來掌控 那我們就用適合我們的這個聰明濾杯 來製作出一杯手沖咖啡這樣子的狀態 那在這樣子的浸泡過程當中時間差不多了 然後我就可以把它直接移到我的濾湖上面 架上來 那整個咖啡它就是會開始萃取 整個咖啡的狀態會在滴漏 那就會有人問說啊那你怎麼知道那個水那個咖啡已經滴完了呢 這時候耳朵就很重要了 其實啊如果有細微的就可以聽到一些些流水的聲音 當從大的流水聲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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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小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可以理解說 誒我們的咖啡已經將滴漏完成了 甚至還會浮在這個聰明濾杯跟濾湖的這個上面 它會有一點微微的震動感 當整個震動感都不現的時候呢 大概就知道它應該滴漏完成了 對 然後現在應該已經差不多了 然後把它拿下來 然後 然後 讓整個 融度是非常的均勻的 這樣子 就已經是一杯非常專業 而且一定很好喝的手沖咖啡 這樣子就可以完成了 想喝嗎 想啊 想啊 等一下來二樓 好 好 好 就 歡迎大家就是在整個 等一下下午的時間呢 可以來體驗我們整個 山羽書店跟我們黑市立樂坊 一起來 規劃的整個生活體驗展 然後 真的想喝來二樓 然後那邊會有更多的介紹 然後讓大家可以去認真的感受 咖啡帶給你的無感體驗 謝謝大家 好 還有沒有記得 沒有 金曲歌王 對 然後稍後的話 我們會請俊傑上來 為我們先簡單的做一個介紹 然後 最後他會為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一個簡單的演奏 跟 今天不知道會不會唱到的歌 好 太好了 今天有機會為大家歌 唱一首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歡迎俊傑 謝謝 辛苦大家 禮拜六的中午來到這邊 我是 那個 新科金曲歌王王俊傑 好 我還在習慣這個狀態 還在習慣 遇到人的時候 突然被叫歌王 我真的還在習慣 因為我家樓膏 對面那個 那個宮廟 我們對面有很多宮 那一天我去檢驗的時候 對面的宮 我就說 那個啊那個啊 那個啊 那個啊 因為我常常給他投訴 因為他經常抓不到他 我常常給他投訴 我想要說 關於 去體驗視障這件事情 去體驗視障 包含視障的生活 或者是 邀請大家進到全黑的環境裡面 我們用黑暗聲音聚長的方式 讓大家來認識不一樣的一群人 認識不一樣的族群 我覺得這概念 非常的 很簡單的可以理解 就是說 你對日本人的生活文化 不一定很清楚 你對美國人的生活文化 也不一定很清楚 那這個時候 你去好奇他的生活 甚至於 你到那個國家去 你到那個國家去 就好像你進入到 全黑的世界一樣 那在那個裡面 你了解了他的生活的樣子 你了解他的文化 然後對你來講 就是拓展一種新的視野 然後你就會更加的有國際觀 你會對人 理解的角度有很多的不同 那麼我們創造 三宇除了今年繼續延續去年 我們繼續舉辦黑暗聲音劇場之外 我們創造了今天的那個 黑暗 叫什麼 看不見的力量 看不見的力量體驗 就是類似我剛剛跟大家分享的這個概念 那像剛剛 家珍 家珍其實我會認識她 也就是因為 我在台北聽到 有人開了十年的咖啡店 是一個眼睛看不見的 連我這個眼睛看不見的人 都覺得 誰看到我這種事 所以我專程跑去採訪她 那時候我在做廣播節目 我專程去認識她 那連我看不見 我都很難想像 有一些事情 是看不見的人可以做的 就像我的夥伴智傑 我給她這個手 我的夥伴智傑 她居然可以跑三鐵 她可以做三鐵 然後還可以環島 然後 我的兄弟 許忠王先生 還可以橫渡日月台 對我來講 我跟他們一樣看不見 我跟當然他們幾十年的兄弟 我都很難想像 我都想說三鐵 她要怎麼做 那這些事情 就如同我們去認識一個不一樣的族群 我們去認識一個不一樣的國家 它的文化 一樣的道理 那麼為什麼 為什麼要舉辦一個這樣子的無感體驗 給民眾來參與 我們跟三宇有一個夢想 就是未來 因為這在高雄辦的第二屆 也是全台灣最了不起的一件事 因為我們做黑暗聲音劇場 其實需要很多的條件 只有高雄辦的第二年 我們不只想辦第二年 我們還朝著未來可以做黑暗生活節的目標邁進 如果有一天在台灣有一個地方 然後是舉辦黑暗生活節的形式 讓不同的人走到我們的世界裡面 來去認識四張朋友的狀態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平權 溝通的一個橋樑 從福聚啦 從各個方方面面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進步的象徵 我很期待也許明年 也許後年這件事就會在高雄發生 所以我們今天就從黑暗的一些相關的體驗開始 那打造全黑的黑暗聲音劇場 我們在裡面做一件事情 我們在裡面做表演 之所以叫劇場 就是在裡面做表演 表演一些什麼的 我們把生活環境裡所發生的一切 帶到劇場裡面去 然後讓所有進來的人呢 眼睛完全暫時的休息 放心喔 可以告訴各位美麗朋友 到時候歡迎你們一起來參加 是說科修在裡面的眼睛捕捉的畫面 但是你們如果是文字記者 回去能寫一瓶一瓶一瓶 讓人勾過 這樣 你如果寫不出來 我會不會倒瓦 我是很好的寫手 好 而在裡面呢 你就想像 假設你在一個社區裡面 那你在社區裡面 你會聽到 除了你看到的以外 你會聽到社區裡面 很多的聲音 蟲鳴尿叫 白天的時候有尿叫 晚上有蟲鳴 甚至你會聽到隔壁 然後隔壁的阿姨 在跟阿姨吵架 等等的故事 這些故事 我們全部搬到 黑暗聲音劇場裡面去演給你聽 透過音樂 透過音效 而且觀眾 呃 表演者沒有真正的舞台 表演者就在各位 觀眾的周圍 這樣不知道 先在家裡的家裡 在發生的事情 才有像我們在社區裡面 發生的事情 然後呢 當你把視力關掉的時候 這一切放大許多 而且你會發現 你對不起你所有的感官 除了眼睛以外 你的耳朵 你的鼻子 你的其他 你的心情 你都很少好好的對待它 我們人 一生之中 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都處在黑暗當中 那三分之一的時間 你為什麼不怕 因為你都在睡覺 所以其實黑暗 你有什麼好怕的 進到黑暗裡面 雖然你眼睛看不到 但是你其他的感官 都代替你看到了 所以讓我們說 在黑暗的那個 黑暗線劇場裡面 可以看到什麼 我說你去看看 你就知道 進來看看 用不同的角度來看 用不同的感官來看 你會得到很多 不一樣的想像空間 而且你會讓自己的感官 徹底的來一次很好的刺激 這是我們舉辦的一個目的 那我們常常會分享一件事 就是我們感謝自己的眼睛看不見 真的是這樣子 因為眼睛看不見 所以可以用不同的角度 跟你分享這世界上處 同樣的一件事 但是用不同的角度 角度進去 用非視覺的角度進去 講故事給你聽 這就是我們覺得 值得驕傲 然後感動的地方 那黑暗線劇場在 8月20跟21 三場 20號有兩場 21有兩場 不然有一場 那我們是售票的活動 那這件事情 一定要幫我們寫上去 好不好 因為這種活動不好推 所以各位 一定要幫我們寫上去 好 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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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接著 我要為大家現唱 我們常常在黑暗裡面唱的一首歌叫 平安之歌 呃 愛有瓦青 希望得有 大陸 大陸 我們就在走 愛有瓦青 希望得有 大陸 安會歌唱 你來聽 那我走去琴那邊唱給你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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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唱一首歌叫做遗憾 我願一首歌 永遠跟妳做歌 唱一首歌叫做希望 我的歌聲給妳 壞口才高拖 我願唱歌 送給妳 壞口才高拖 讓她不願望 她不願走 我願唱歌 送給妳 壞口才高拖 大聲唱出君心來的感謝 愛有我情 希望就有我感 路路感慾 不會又再經驗 愛有我情 希望就有我感 平安的歌唱給妳 壞口才高拖 愛有我感 愛有我感 謝謝 那我們這次的主題叫做你們都好嗎 黑暗聲音劇場這次的秀的主題叫你們都好嗎 因為在這兩年當中其實我們大概全台灣的人都會 常常要問自己的朋友說你們都好嗎 整個疫情的關係讓我們有很多很多的改變 其實方方面面的改變 所以我們很想要帶給所有來參與的觀眾 一種療癒的感覺 所以我們把標題就視為你們都好嗎 我們會很想要在場子裡面問問大家你們都好嗎 也讓進到這個場子的每一個人都跟身邊的人說一聲 你們都好嗎 那等一下不同樓層的體驗呢 也要請大家如果你不急著走的話 體驗一下 或者多一點的畫面 然後多多幫我們報導我們這次的活動 好 謝謝大家 來來來來看見面的鏡頭 看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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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保持微笑 讓兵人要站的 要提一個站 來擺個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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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不要換另外一個手勢 愛心 來個愛心 愛心 手 拇指 好 大家還是往前看 往前看 來 看前面 好 來看前面 好 來看前面 我們往前看 來 3 2 1 來 大家 我先 往前看 往前 往前 走 那像这个滤子啊 就是因为它会有折痕 四面它其实是有不一样的大小跟折痕 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触觉 然后就可以知道说 需要折的这个折线在哪边 那现在就是将滤子然后放进我们的浴杯 沿着手把 然后将滤子铺平 然后我要来蹭豆子 那这就是我提到的就是语音放坑 它是用蓝牙的手指 就是用蓝牙然后连接手指 所以它是从手机发出声音来的 对 好 然后 刚刚 不好意思 然后这个倒置 然后 好 我知道 然后我 现在就是 用语音放盛来蹭豆子 好 那 我现在就要先知道我的水温的状态 所以我不会急着磨豆的时候 所以我不会急着磨豆的时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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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急着磨豆子的原因是因为当豆子磨成粉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接触空气 那在开始接触空气的时间越长 它的香气就会就是会流失的越多 所以我通常就是我们必须要等到水温差不多的状态下 我们才会来磨豆子 它是黑的是不是 它是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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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ll 是黑的 只要转种 打发 黑的 我们才能接着 其实这些动作,你看佳真老师他很熟悉,可是对于四藏者来说,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没有视觉,所以包括像刚刚折绿子,还有把绿子放到绿片的角度 还有要怎么来量这个温度,怎么倒豆子,顺利的倒去称重量,还有等下磨豆子,那这些其实都要一直反复地练习,我们要抓准那个角度,那个其实要练习非常非常多次,尤其是等一下最后的那个倒热水,就是几度,然后你要倒到准确的位置,那甚至要绕圈圈,还要算到固定的时间,这个都要经过很多很多次的练习 因为四藏者就是没视觉,我们没办法用视觉来模仿 连一点的人都要试很多次,对,所以 放过来就等加客观就放 可是过来,你可以再听一次吗? 好,动作慢一点,动作慢一点,等一下喔,来 91.6,是不是? 9,919 91,11.9 那我差不多就是要來準備磨豆汁了 還有兩個 好香喔 對 很香喔 然後這也是我自己的配方豆 就是我之前開咖啡店的時候 就是特別調配的配方豆 那因為大家對於咖啡就是大家的喜好不同 甚至接受度不同 所以這一款配方豆其實就是 比較符合大眾口味 尤其是如果我出去外面做咖啡分享會的時候 然後會比較能夠讓大家接受 那我的水盤警報器就會掛上去 好 九十點八 對八九點八 八九點八 對 溫度差不多 那我都可以開始來做這個沖煮的動作 我現在先悶蒸 我現在先悶蒸 對 就是做一點點水讓整個咖啡粉就是接觸水 然後讓它的香氣整個釋放開來 那這就是大家常常在講的所謂咖啡的濕香 濕香的時候就是這個時間 那剛剛乾香的時候就是剛剛磨出來的這個香氣叫做乾香 好 好 好 那我們就再做第二次的注水 好 那我們就再做第二次的注水 第二次的注水 對 對我是加浪的拍 就是平常我其實沒有在用水滿的 那你之前有沒有被燙過啊 你說要燙 當然有啊 一百次 數不清啊 小飯棒可以傳給我嗎 整個給我 那像我在教學的時候如果怕大家繞圈圈繞不夠完整 我們就還可以用就是攪拌棒然後來讓整個咖啡的香氣整個萃取的可以更完整 那像剛剛大家看說我們桌上其實擺這麼多東西啊我們兩個都看不到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心理地圖要把每一項去放哪裡要記得不然不小心碰到熱水啊碰到杯子啊這樣都很麻煩 所以你看他剛剛說要跟我要腳放放我就可以很快很準確的就我不用在那邊一直探索就可以很快的就拿給他 不然上面都很多杯子啊水啊那不小心碰到都很危險 那我現在已經在進行萃取 你聽得到聲音嗎我聽得到 但是如果說在草茶的地方的話呢 所以我們就要靠近一點 現在這個環境還算很近 但是如果是就像你說很吵的話 我們就要靠近一點 還有就是手的那個震動感 哦對 就是其實在流水的時候你去摸東西 它其實是它是會有很微微微的震動感 嗯 你就可以感覺出來它 欸 整個震動感就是它是 會慢慢的變微弱 就是因為我們少了視覺 所以我們就要用其他的方法來協助我們 就是觸覺啊 對觸覺啊 很敏銳的這些 甚至重量 聽對還有重量 聽啊 拿的重量啊 哦那個香氣真的好重 對 戴口沙的香氣也那麼重 哈哈哈哈 豆子有關係 所以特別選豆是配無非配豆的意思嗎 有有有 是我配 對對對我有配 這個我的配方豆 就是 阿拉比卡還是什麼 嗯 一般就阿拉比卡還是什麼 對 我們一定用純阿拉比卡 因為純阿拉比卡第一個 它的咖啡液含量比較低 那這個也是不同產地的阿拉比卡 對不同產地的 裡面有哥倫比亞 有巴西 還有伊索比亞 哦 產地的就好 對對對 有幾個不同產地 然後結合而成的 我們可以先喝喝看 等一下佳真老師再跟你們講說 裡面有什麼荒味 那如果有興趣 其實我們今天也有帶 很少量的豆子啊 可以跟工作人員詢問 我們帶一些豆子 那這支豆子的風味算是很 就是大眾比較容易介紹 而且它的口味是很多遠的 很多層次 好 大家可以 可以享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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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